最近我听说一些朋友中风了 需要长期的护理治疗 所以说 永远有一个长期的护理计划是很重要的 万一真的出事了 我们也不希望自己成为家人的负担 对吗 哇 幸好我有乐龄保健计划 你还没有换成终身护保计划吗 在终身护保计划下 如果受保人是重度残障者的话 他们每个月将可以领取一笔 至少612元的现金 用作医疗费或者是在家看护等费用 受保人可以动用保健主序来支付保费 如果需要帮助的话 可以申请政府津贴 所以不需要担心负担不起保费 哇 听起来很不错啊 还不赶快加入终身护保计划 在今年12月31日之前 加入终身护保计划 你可以获得高达4000元的保费补贴 终身护保保保护您的一生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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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